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没办法 对吧 高手之间互有胜负 来看一下第二灯吧 上来第一灯的话给你们做了一些背景介绍 因为某某切的本人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边中拳命中以后打一套 这一套上来以后选择用下中角打一个伤害追上去两下以后是可以压一个起身 小艾这边其实可以考虑用直起身 然后是跟对手去抢一抢 如果要后起身的话就被对手压得太死了 有两个前前的基本上是把你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 下中角 小艾这边频繁的去用下中角去蹭对手 但是当中呢也是不能去做确认 因为之前小孩已经自己讲过了 下中角没有办法单发确认 除非是看到对手出招出空了 那是一种插合技术 那才可以做得到确认 中角挺下来这下有点防 有点难防 对手是走了一个逆向 在一个下中角 这边应该血量还够不会死 看一下小艾这边 拆头中拳两下以后直接带C C打完以后对手的血量应该还是有一点 应该是一个中拳的血量 没有那么快可以死 看一下小艾这边过去压轻拳 小艾这边刚才两下轻拳点中以后一个低剑 为什么会没有确认自己也是很懊恼 这种时候是因为一边拉的前一边往前走 然后点了这么一下以后再拉回下去摇这个正摇角 有时候会出现这么一点失误 刚才小孩无论是出生龙还是出地剑 某某气怡这一灯应该是直接交代掉的 那两边也没有等直接来到第二局 看一下小孩在第二局的发挥 直接是用下中角看到对手的一个前前打回去直接复合了 下中角继续插,插到板边 轻拳点一下后退一步打拆头 这个节奏可以 对手现在晕槽已经压得很低了 小孩是看到对手的这个白裂打出来 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还 因为感觉打不疼 想要追求一些更大的回报 中拳中拳 现在卡板边了 某某气的被晕槽是下不去 小孩那边是只要一个机会 哎呀,这个清掉以后直接中了一个EX白裂 手出来以后中拳打中 再跟上一套以后一插进板边 现在轮到小孩放手 哇,小孩那边疯了 直接起身以后抢 在自己快要这个香消玉影的时候啊 就突然就抢了这么出来 哇,这个中拳以后跟上一个EX白裂再进板边有点尴尬啊 现在这个血量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 最后是起身抢中了一个清拳带上中拳 开上VT一波带走了对手 那某某气这一灯是差一点点就翻了盘 小孩那边还是打得非常危险 中拳中脚 把距离先控住 对空没有 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对手的一个轨道 好了,这一下去反吗?没有 还是用这个清脚先点一下对手 感觉是没有第一时间按出来 因为这个白裂我记得最快最快的 以输招也要四五针 应该是五针啊 所以小孩那边应该是清脚点的到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被防住了 哦呦,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了 这边这个圣龙被防住很伤 刚才小孩应该是一个确认失误 然后自己就独自成天了 中拳以后开B 下中脚命中 跟上一发地剑 然后走上去以后中拳压两下 再来跳入以后空跳下来走一下一个中拳 下中脚把V开 这边捅完以后 毛气这边也是没有做确认 还做了一次前前 小孩这边也是抢得很勤快 看到对手做什么动作我都抢 下中脚没有打中 自己手上的VG已经快用完了 小孩也无所谓 最后关键时刻把这个V用出来了 在V即将消失的一瞬间 小孩找到一个机会中拳打中对手以后 一个下中脚跟上一个地剑 直接收走了保保器 那这样的话比分是来到了1比1 两个人都互相灌了一口水 小孩的保温杯里面是有中药成分在的 这次的话小孩已经不光光是喝水了 他发现现在光喝水不够用 现在就在水里面加点药 下点药 具体是什么药的什么配方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 小孩说的自己中药忘带了 所以里面其实还是白开水啊 白脸防住 小孩这边直接往前走 加米其实打克林这个地方 其实不太舒服啊 他的一个中攻击速度不够快 要是速度又快又远的一个轻攻击 可以直接复合啊 就可以打一个缺反 很多角色都可以打 加米好像打不了 这边一个EX三天 这边又要折了 选择清拳头 小孩直接拉了后躲开以后反打一波 直接是开了V 那现在两边都是有V的一个状态 那看谁愿意去出手啊 讲道理这个时候VT谁都不愿意浪费 毛毛七这边拼命的用重拳去探对手 打中的话 毛毛七以毛毛七的确认能力呢 很容易就会确认上一套 这也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 毛毛七一直是一种确认出名的 中角下中角命中 但是下中角是跟不了连招的 下中角以后直接带上C 这个C好像还会差那么一点点 还是差了这么一小点血 看一下 哎呀小孩这边打拆头是 没有打中有点尴尬 尴尬的不行 我要最后一个生龙 nice 这个生龙是关键时刻 那现在来到第二等 看一下开场小孩这边 下中角先探一下 还是先用中角去平凡的先制克林 克林在这个点上 他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如果说真的要搏的话 只有用vs去搏一枪 但是毛毛七这边 他是一如既往的不稳 他居然凹了 凹了一个架招 小孩这边是被架招打完以后直接送进满边 下中角以后直接确认生容 连续的用中角去探 然后毛毛七这边是先把自己的V开出来 那这一波打中了 尴尬 这一波后面有一个头 投完以后还有一发中拳下中角 中角投完以后 小孩这边手上的资源是有了 看一下是要来怎么打 小孩这边想用中拳去开 没有摸到 就看一下毛毛七这边 哎呀插中了 这一下插中的话 后面的伤害还差那么一点点 小孩起身 轻拳中拳又来了 好了小孩这边是选择把对手满边关 但是毛毛七在这里起身 又是抢了一个清拳 两个人都是起身各种抢 都已经无所谓了 仿佛置身死于度外对吧 就是要给你抢个明白 下中角一次命中 现在是最关键的一个赛点 看谁能够赢下来 讲道理这场比赛赢了 很很重要 因为后面直播机台 能不能上广告赞助上罢了 买不满意就看这一场了 如果输的话去了败者组 基本上到八强之前 是没有机会上直播台了 都很想赢 这一场很关键 跟上一发投 投完以后中拳再捅一下 再一个中拳 十龙带CA这一波稳了 对手的血量应该还是只剩一点 但是这时候毛毛七手上 是有一发CA加一发VT 就看这个时候毛毛七 他是 有没有机会可以开得出来 讲道理这个对局应该已经很稳了 小孩 我不敢说下去了 很危险啊 万一被我说的说的死了 你们到时候一口锅全扣我头上 我就完了 天毛毛七这边肯定是没有办法出手了 出手万一被蹭到一下就死了 也不能用VS乱刮 也不能跳入 小孩的反应太快 最后一个前冲 被小孩一个牵拳等中 直接带走 这场比赛小孩拿下了小组赛 以小组赛胜者出现 不容易不容易 讲道理小孩 今年上半年打了那么多场比赛 到现在终于有一场是在胜者组出现了 之前的比赛的话 每次到了胜者的这一场都都败掉了 今天算是终于拿下来 那拿下的话 这个比赛就可以顺利的进行到 后半段 但是这个比赛呢 一共是有三千多个人参加 所以比赛的话 应该会在明天还是后天的时候 才会打小孩的这一轮 反正时间会要蛮久的 因为报名人数实在太多了 好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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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